环境级水源部长马山高透露即将公布的环境服务业转型蓝图 其中一个重点将放在协助清洁和垃圾管理领域采用科技 创造更好的工作机会 环境级水源部长马山高在一场环保职业论坛上说 绿色行业充满工作机会 而对于想要创新和发展商业化科技的企业来说 我国依然有吸引力 也是淡宾尼集选区议员的直总青年发展署署长朱贝庆 也同意部长的看法 认为我国年轻人能在这个领域创造有意义的职业生涯